殷教主 在下送你一趟 二哥 你是谁 为什么插手 我叫资阿牛 这个老土肉内部是我的 不将死 给我散开 二哥 就让他吃我一拳 尝尝滋味 二哥 就让他吃我一拳 尝尝 少林派的金刚不坏神功 你是少林的人 在下不属于任何门派 等着谁啊 能领教老夫三拳七拳拳吗 两国的秦宇宫 你们一大气小 一多气少 算什么英雄好汗 小赵 七伤权伤不了我 你放心吧 曾施主 由这儿到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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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 而有彈器 指揮 指揮 只会 人 指描 指揾 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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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快 快 快 出去 快 快 人家 既然少侠不肯建高师门 那在下便亲自讨教 倒是晚辈该向前辈请教 华山派武艺固然高明 但是先于掌门恩将仇报 忘恩负义的功夫 恐怕无人能及 好 好 那 晚辈便以这折扇 为兵刃 你这扇子里 有金蚕骨毒 万一散开来 那可不得了啊 前辈说得是 那我用什么兵器 便由前辈来决定吧 那就让他挣点便宜 那我就给他一件 趁手的兵器 谢了 兵威 来吧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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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得罪了 在下便以这梅之为兵人 领教华山昆仑两派的高招 这 复生无量天尊 西花子道长 狂口小儿 你好大的口气啊 敢敢不把我昆仑和瓦山派的功夫 放在眼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们舍不得下手 我可要下手了 老少长 赶开我 西花子 快追下 快追下 西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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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弟 你下招轻轻点行不行啊 我看的是他不是你 别说了 别人脱手 去 去 这臭小的武功 我这么高 拼了 有 你 你 你 怎么了 两位前辈不必惊慌 金蚕蛊毒虽然入肚 但只要不运功 毒素在六个时辰之后才会发作 待今日仪式了结之后 晚辈定当设法相救 你 这金蚕蛊毒 天底下恐怕只有他能剪 不能杀他 曾少侠 志勇双拳 我昆仑牌服了 走 快快快 接招吧 今天咱们是剿灭魔教 并不是比武争胜 诸位师妹 大伙齐上 拦住这小子 让他不得取巧 乖乖地跟师父 交了真本事 是 是 是 周师妹 这该不该拦在你 该不该让也在你了 是 不够 胆娥 蛮 快 att 镇子 快 录音 带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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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备 废话小说 看脚板 废话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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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今日之事 我武当派已尽力 想并魔教气数未尽 才会半路杀出这么一个奇怪少年 戴州少年伤愈之后 我武当派会卷土重来 到时候再决胜负 优弟 姓曾的 尹丽廷跟你无冤无仇 我若再伤你 便枉成侠义儿子 但是我跟这个姓杨的 夺妻之恨 今天这个仇 一定要报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酸 绝不让个派 再上名叫一人 也杀了你六弟 啊 快点 对不起 我叫 你老师 你杀了我吧 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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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活着无忌 无忌 真的是你吗 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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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孩子 无忌 没有 杨瀟 你这个诸葛不如的银贼 今天我就要杀了你 给晓芙报仇 六弟 六哥 住手 你是谁 纪晓芙是我娘 你要是真的想替我娘报仇的话 就去杀了这个老太婆 她才是杀害我娘的凶手 木槿 你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老太婆一掌打死我娘的 胡说 我说的千针万确 那日在蝴蝶谷中 这个老太婆让我娘去杀死我爹 我娘不敢 她就一掌打死我娘 她是我亲眼所见的 她是无尽哥哥也在场 你说不信 你再亲口去问问她 师太 她说的都是真的吗 没错 季晓芙是我亲手打死的 她欺识灭祖 亏我峨眉声誉 还死性不改 生了一个孽种 殷柳霞 我是为孤权你的面子 才不告诉你的 她爱上了妖人 进了魔教 你还对她念念不忘 有什么值得呢 我 我不信 我不相信 你要是不信 你就问问 她叫什么名字 我叫杨不悔 我叫杨不悔 不行 不行 这不是真的 六弟 这不是真的 六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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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成盟前辈 手下留情 你 喂 这 你 我 我 你 嗨 我 你 好 衣老前辈 这次六大派 冲着明教而来 天音教已脱离明教 自立门户 江户上人人皆知 衣老前辈 你何必 到这趟浑水 宋大夏的好意 老夫心领了 老夫身为明教的四大护教法王之一 当下明教有难 岂能置身赌外 顶当一身护教 宋大侠 请吧 前辈以力战数人 此刻过招太不公平 咱们只较量招数 不比屡历 宋大侠 爆香 透 三十公 三十公 谭尼 快 快 三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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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老头 我姓宗的跟你算下旧账 宗兄 殷教主现在已经受了重伤 你若是现在伤他 那便是胜之不合 什么重伤 这个魔教之人 就会故动全虚 装魔作样 他既然断了我三弟的四肢 那么 这是我空同派和天教之间的过境 怎有你武当派插手 就是 宗兄的七伤权可是天下文明 殷教主眼下已经这般模样 咱还经得起宗兄的三权呢 于二相 六大派来西域之前 可是立过盟式的 你现在反过来帮这个魔教头目吗 天下是抬不过一个礼子 不管你武当派有多硬 也不能世事横行 宗兄 现下是咱们跟明教一决生死从昂的锦要关头 咱们仅向明教讨战 贵派和天一教之间的恩怨 还请以后再算 你 殷老前辈 请你率领贵教人众下山去吧 好啊 既然我动不了你天鹰教 那我就毁了明教教主的牌位 灭了你明教的生活 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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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郑王 爹 武当派往东搜索 峨眉派往西搜索 不要让一人漏网 昆仑派预备火种 闻烧魔教酬血 少林弟子各取法器 诵念往生经文 替六派英雄和魔教教众 超度 化出冤孽 继续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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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继续 来 五行旗全部失手 六大派 已经攻到中坛门口了 这帮鬼孙子 我不能让他们攻击 除非 躺过我杨潇的尸体 等一下 我们现在伤成这样 你是当你送死吗 我刚进明郊的时候 就立过誓言 只要我还活着 我就不能让这些人踏足上帝 我们刚刚中了元甄的奸戏 你别说六大派了 就是我们明教以前 没有放在眼里的 其他小门小派 都可以轻易杀了我们 我们现在撤离这里 把伤养好了 回头再找六大派报仇 周滇 总坛 是明教的根本 如果总坛被毁 生火被灭 那与灭教还有什么区别 我们宁可战死 也不能不战而退 你去就能保住明教吗 你去就能保住总坛的生火吗 我都说了 如果你怕死 你可以自己走 杨夕 你说谁怕死 我要是怕死 我还坐在这干什么 你们还记得 我们初进明教时候 立过的誓言吗 众殿 你说 但凡本教弟子 定当光大鸣教 拨存死心 死而毁 看来你还记得 我觉得杨夕说的对 五行棋的人 已经壮烈牺牲了 这不都是为了保住总坛吗 要不是他们为我们挡住敌人 我们恐怕只能坐以待毙了 如果我们不留在总坛 不跟六大派决一死战 我们对得起死去的弟兄们呢 杨夕 唯一笑 我周天这次服了你们 好 那就让我们 和六大派决一死战吧 只要明教尚存一息 就力保圣武的死灭 分我残驱 熊熊圣火 护我明教 死而无悔 熊熊圣火 分我残驱 护我明教 死而无悔 阿弥陀佛 我叫作恶多端 罪有应得 即与杀妖除魔 一个不留 杀 杀 起码 怎么办 我明教圣地 岂可容忍外人 前来见他 阴天正 今天六大派围剿光明顶 没你天鹰教的事 滚一边去 滚 要想进去也可以 那就先灭了我们天鹰教吧 你别敬酒 不支持罚酒 什么酒都可以 天鹰教的弟子 天令 今日 天鹰教和明教 生死顾存亡 若有应先 人身共互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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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爹 野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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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咱们别在这儿耗时间了 咱们杀进去 杀进去 冲啊 杀进去 再一次 等一下 伤身 无忍 还是 你 一千 一千 你 从心协力 保卫明教 誓死如归 誓死如归 只要老夫尚有一口气在 定当誓死 保卫明教 有啊 果然如此 虽然我不会乾坤大挪移 但我会九阳神功 可以是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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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听 你骗人 我唱歌有什么好听的 这曲子谁做的 这曲子是我小时候听人家唱过 就借了下来 也不知道是谁做的 我娘以前常常给我唱歌 她唱歌跟你一样好听 我真希望 还能听到她唱歌 那她为什么不唱呢 她已经死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娘临死之前 她看着我的那个眼神 说来 她也是被成坤害死的 我义父因为成坤 四处杀人 结下了不少仇奖 后来 武林上许多人 逼忘我爹娘义父的下落 我爹娘就是不熟 最好 被逼双双自杀神亡 公子 只要你愿意听 我天天唱歌给你听好吗 张公子 不如 你也练领这乾坤大诺疑心法吧 说不定 你聪明过人 一下子就练会了 历代教主各个材质超学 他们穷尽一生 也没几个练会的 我在旦夕之前 怎么可能超过他们呢 反正 坤在这里也没事做 练多少是多少 你就试试吧 乾坤大挪移 乃在颠倒 一刚一柔 一阴一阳 乾坤二气 小赵 我第一层好像炼成了 真的吗 第一层那么快就炼成了 嗯 这第一层心法 都是一些运气倒行 移功使劲的法门 我又有九阳神功护体 并没有很难骂 此第一层心法 物性高者七面可成 次者十四面可成 去哪儿 公子 你果然聪明过人 一下子就炼会了 你快试试第二层吧 第二层心法 物性高者七年可成 次焉者十四年可成 如炼制二十一年 而无近战 则不可再炼第三层 以免走火入魔 无药可医 是空铜派的求救信号 是锐金烈火和洪水三起 好 那今天我就大开杀戒 砍除妖魔 上 我 不是 是 你 是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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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锐进击好像快撑不住了 要不要出兵相助 只要是五行旗的人 死的是越多越好 咱们先按兵不动 好 庄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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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火七 你们先撤 洪水清 就为一同断后 我们不走 洪水清先走 先来为我们报仇雪恩 我们锐及其兄弟 要与庄七使 投身扣死 快走 走 爹 走啊 我不去保护祖坛 走 走啊 走 放下你们的兵器 现在投降 可以饶你们不死 你也太小看我们锐金旗了吧 庄大可一死 我们岂能勾切投身 那我就成全你们 怎么办啊 这都是他们自找的 也没办法 我看你是担心你的周姑娘吧 你胡说什么呢 这里好几百条人命呢 到底投不投降 明巧替天行道 济世救命 生死始终如意 想要我们屈膝投降 你们还是别忘想了 走 你们若是现在 退出魔教 便饶你们不死 分我残去 凶凶圣火 凶凶圣火 生亿何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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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亿何苦 死亿何苦 为善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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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光民过 极乐非仇 皆归尘土 连我世人 忧患十多 忧患十多 恨我残去 凶凶圣火 离君 竞选 先看了他们的右臂 若是不同 再看左臂 为善除恶 还不动手 是 住手 师太 你身为书家人 却如此凶狠残忍 难道你不惭愧吗 邪文外道 人人得而诛之 有什么残忍不残忍的 这里每个人都轻生重义 慷慨求死 都是铁针针的英雄好汉 怎么能说是邪魔外道呢 魔教重途 就是邪魔外道 那个清义父王 吸血杀人 还杀我弟子 你也清眼所见 不是要邪是什么 不错 清义父王的确杀了你的爱徒 但你们今天所杀的 已经比他多了十几倍 他用牙齿杀人 而你却用以天剑杀人 都是一样的杀人 有什么善儿之分呢 就你这种态度来对待他们 又和猛教有什么区别呢 臭小子 你竟敢将我师父与妖邪相提并论 感谢 十九 师姐 我帮你吃鞋 我帮你看看 多谢少小张仪 请问高兴大明 我 我叫三阿鸟 子少侠 不用跟这老太婆多说 我们你可死在他的手里 也不要他假作昆达 小子 过来接我三掌 师太 我根本不是你的对手 更不想和你比武 晚辈只希望 你能既往不救 放下过去的恩怨 饶过这些人 你是谁 武林至尊吗 我只是觉得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家人 如果你真的杀了他们 那他们家里的小孩 便要孤苦伶仃受人欺辱 你也是出家人 我只求您慈悲为怀 我不用你来教训我 你自视内功深厚 在这里胡吹大气 你接我三掌 我就放了这些人 师太 我根本不是您的对手 我只求您大发慈悲 体谅上天要好生之德 你别罪话 二雄哥 死不了 把这些妖人 全部砍掉右臂 是 是 等一下 师太 你说过 我只要爱您三掌 便能放过这些人 我已经爱您一掌了 还剩两掌 您出招吧 小子 你要是不想死 就快点离开 正邪之分一向清清楚楚 我刚才打您那一掌 只用了三分力道 你知道吗 晚辈不自量力 再受前辈两掌 曾少侠 你的大恩大德 我们实在敢进 你可千万不要 再进余下这两掌了呀 不要 不要啊 阿牛哥不要啊 不要啊 川姑娘 你快劝劝阿牛哥吧 让他不要再剪那两掌了 快啊 他怎么可能会听我的话 他很喜欢你的 你是我的遗电厅的 你快去啊 你硬要当英雄好汉 我就成全你 曾少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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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牛哥 阿牛哥 周姑娘 我成全你去看看他吧 求求你了 你 阿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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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丹大 你要不敢接我师父第三掌 就趁早给我滚蛋 你有多大的面子啊 让我们所有人在这儿等你疗伤 丁师姐 让她多休息一会儿 不能承人之危 你袒糊外人 你还说跟这小子没有私情 小妹只是顾及本门的威名 免得让旁人说闲话 我峨眉光明正大 有什么闲话好说 峨眉武功天下文明 师父更是数一数二的前辈高人 怎么会和这小子一般见识 只不过看他胆大妄为 才教训一下他 无愧真要了他的性命 峨眉以侠义当头 师父更是人自宽厚 这小子 在练赏一百年 也不是师父的对手 让他多休息一会儿 并无大碍吧 师太 我再接您一场 请您一定要放过他们 你这小子 算你有骨铁 我们也觉素来长下不留人 今天 我算是破例了 你走吧 多谢前辈 那这些锐精气的大哥们 你也揉了吗 难道我灭绝这个法号是白叫的吗 妖魔邪徒 灭之绝之 绝不留情 那既然如此 请前辈发第三掌 阿牛哥 你别去了 曾少侠 不可啊 我们不可呀 我们不可呀 请前辈发掌 好 既然如此 接掌吧 接掌吧 当下留人 求求 实态有理啊 要不然这第三掌 就在下代劳 如何 多管闲事 这小子是你什么人呢 你认识他吗 我与这小子 确实是素未谋面 不过他年纪轻轻 骨头倒影 不像某些武林中人 假人假义 孤明钓鱼之徒 顺便吧 我再领教一下 师太的功率 好啊 今天你们天鹰教 也到齐了吧 不过 这小子还差我一张 我们一笔归一笔 这 来 好 师太 你应该已经看见了 如果你敢再伤这小子 一飞一毫 我保证 在场所有的人 死无葬身之地 你觉得我灭绝 会受你威胁吗 师父 师父 多谢前辈手下留情 持实物者为俊己 灭绝师太 果然是当事高人 在下谢过 放人吧 师父 我说放了他们 曾少侠的救命之恩 绝不敢忘 绝不敢忘 我被实在担当不起 大家先起来吧 小虎 小虎 赶紧走 小虎 走吧 走吧 等一下 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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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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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虎 小虎 你在哪儿 小虎 你在哪儿 在哪儿 小虎 我 你们 你们 你们是什么人 诸位可是少林派的 在下 在下武当派 伊犁婷 你没认错人了吧 请问教主 那些妖魔小派 看过我们警备大火所烧 无声搞不透 已经下山去了 太好了 之前情急所迫 我才暂设教主之位 如今未及解除了 还请大家另选教主吧 咱们民教上下 为了这个教主之位 拼得你死我活 现在好在我们都幸福于你 你却推辞 那教主 你还不如重新选一个人 来当这个教主吧 我周殿有言在先 除了你做这个教主之外 我谁都不服 如果教主不肯担死重任 只怕民教以后 又要回到以前的局面 大家自想残杀 大起内侯 教主 教主 难道您又要来一次 舍神相较不成 好吧 既然各位如此传爱 稳辈也不敢多做推辞了 就让我继续暂设教主之位吧 只不过 有三件事情 请各位务必要答应 否则这教主之位 我是宁死也不愿意担当 不知是哪三件 请教主明示啊 本教给人视为歪魔邪教 虽说教外之人不知本教真相 但本教人数众多 难免有害群之马 不知检点 行为放纵 滥杀无辜 以致残害本教生育 这第一件事情 就是从今以后 人人必须严守教规 行侠仗义 扬善除恶 本教兄弟之间 必须互助互爱 情同手足 绝不能私相争斗 偶尔吵吵架可以 但绝对不能动手 还请冷谦先生 担任刑堂执法 凡有违法者 一律出于中刑 即便是本人的外公 舅舅等尊长 也无例外 好 说得好 是是 说得好 本来就该如此了 冷谦奉令 至于这第二件事情 说起来比较为难 就是本派与六大门派 积怨已深 双方互有杀伤 但是从今以后 我们要既往不救 兵事前写 绝不能再去寻仇 那要是各大派 无事生非 来找我们茬呢 那就随机应变 如果对方一再进逼 我们当然不能束手待毙 各位的宽宏大量 实在是武林之福 众生之幸 这第三件事情 便是奉杨教主 一命而来 他去世以后 教主之位 由我义父谢迅 暂时担当 我们事不宜迟 这就去接我义父回来 由他担任教主之位 然后再设法 巡回圣火令 到时候 我再退位让写 各位可不得有异样 我们群龙无首数十年 好不容易得到 你这么一位 智勇双全 仁义豪侠的教主 日后 万一本教中 有一个无能之辈 无意中捡到了圣火令 难道还要让他来 当教主不成 就是 教主 那封遗书 是二十多年前写的了 当时与现在的局面 大不相同 金毛失望 我们固然要去迎接 圣火令 我们也自然要去寻找 但是若让旁人 来做本教的教主 恐怕我们很难形成 前教主一命绝不可为 如果大家不能答应 我这三件事情 那这教主 我还是不当了 这 这 这 哎 哎 遵命 是 我们都同意 哎 哎呀 好 那便请杨作使传令下去 五星期吩咐各地 召集分散的教终 传达方才约定的三件事情 是 那我们并分三路 一路人刘正光明顶 重建教台 一路人分别前往六大派掌门居处 表明只占修好之意 哪怕不能化敌为友 也当止息干戈 剩下一路人 便随我一起出海 找我衣服 好 好 谁 小赵 小赵 公子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让你跟着外公留在光明顶吗 公子到哪儿 我也要到哪儿 不行 这一路上危险重重 你还是留在光明顶比较好 公子 是我不怕的 你就戴上我吧 好了好了 你先别这样 我让你跟着就是了 真的吗 谢谢公子 好了 小赵 你不要耽误我们大家时间 跟我们一起走吧 走吧 走 六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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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啊 六叔 燕六叔 你覺得怎麼樣 我在哪兒啊 嗯 吳琪 你在山下神獸重傷 到底怎麼回事啊 你還記不記得是怎麼受傷的 有 有三個夢面人 我看不清楚他們是誰 但他們是的 一定是少林的功夫 我已經表明了神人 但他們還是圍攻上來 我追求終目 無力抵抗 被他們的大力金剛之所傷了 少林與武當無冤無仇 為什麼會下此毒手 我也不知道 六叔 六叔 你先別想了 這件事情我一定會查個水落石出 你先休息吧 教主 教主還在擔心音流下 當年我三世伯 就是被少林派的大力金剛之 折斷了手腳巾骨 我爹娘 也是覺得有愧於三世伯 才會自問身亡 可如今 六叔又遭死劫難 如果找不出罪魁獲勝 我怎麼對得起他們兩位 還有死去的爹娘呢 此事不難 既然對方用的是少林派的無果 那我們就直接上少林 讓明教為你六叔討個功當 如果少林派 肯交出兇手 自然再好不過 可這不是讓少林派和明教對著看嗎 我才剛下令 讓兄弟們別再尋仇 結果這件事鬧到自己頭上來 我又怎麼能壞了規矩呢 教主真是心地善良 不用擔心 此事是對方挑釁在先 我們都是把事情問個究竟而已 來